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Stephen 早晨 各位早晨,早晨 隔晚美股沒事 大家最重要是看著 早點睡 特朗普會不會又有話說呢 又沒有波體 但特朗普在大家沒什麼事做的時候 竟然 讓大家有話說 今次又說油價 他跟OPAT資金要有來有往 OPAT之前談好了 變相加少許油出口 如何有來有往 特朗普認為油價太高 就說OPAT,既然我購買你的 我站在你那邊 你幫我降低少許油價 好嗎 因為見到隔晚方面 紐約旗油已經到78.24水平 紐約旗油都要求75 74.33美元 兩者都是向上繼續升 是的 受這些言論的影響之下 其實油價仍然在高位 正在打一顆星 大家在圖表上都會看到 紐約旗油收74.14元 這些屬於最近的高位 至於布蘭特旗油方面 其實都是不錯 走勢方面 還是貼近高位 不過不是高位 77.87元 看看增產再加上特朗普的口術之下 油價會不會在現水平的位置 要徘徊一會 特朗普應該覺得全世界的事都關他事 明明大家期待7月6日 打算在寶風雨之前 平靜一點等7月6日 誰知他自己又無故交油價 對於7月6日的事情 最近中國都有一些聲明 就說中國不會在美國 實施加徵關稅措施之前有行動 因為之前就傳 因為中國和美國有時差 沒錯 中國就會對美國有12個優先 我們先踏入7月6日 是的 史傳中國會先出手 但現在財政部就說 要等美國真的出手 中國繼續一個立場 就貫徹的 就是他不想打貿易戰 所以他就說他不會開第一槍 雖然在叫做 在時差方面 我們是早開工過他 但不會開槍 這方面 儘管看看 因為阿爺如果真的要做事 有時可能真的晚上 都七八點做都不一定 因為平時他星期日當準 都是這樣說 即是他沒有休息概念 他現在做事 所以就 儘管看看 阿侵是否一睡醒 就想起我們 又看看中方 又怎樣去應 中國和美國之間 有這些事 歐洲和美國之間 大家都知道 都是有些 密密爆發 是的 一些車相關 怎樣怎樣徵收關稅 不過呢 到回頭 又有傳 不過這些所有都是消息 有傳 美國可能解除 向歐洲開徵車的關稅 史全當然說 美國不知道會否軟化 當然大家都想猜 但未必準確 美國駐德國大使 跟德國三間車廠的CEO會面 就說美國已經準備好進行協商 以避免歐盟去美國車輛開徵關稅 對於德國汽車來說當然好 但也要留意 是否真的美國駐德國大使 趕完就要衝衝撼 才行 這個美國駐德國大使 不知道Witchard什麼 他都說不出事 白宮參議院全部都說不出事 川普自己又是有自己一套 一個Twitter都打贏你 就算簽約都沒有用 中方美方都互見 一個Twitter又再繼續打 所以這些市場上的 總是暴風雨前夕 可能有些人互亂猜測 互亂憧憬 一天未落實 都沒有那麼勞定 德國總理默克爾也說到 如果歐洲和美國爆發貿易戰 美國對歐洲汽車家的關稅 比鋼女嘉證的關稅嚴重得多 所以我想德國真的很緊張這件事 沒有理由車友在談 又要出口術 看看怎樣拆解這件事 沒錯 所以大家都要繼續關注 你看到美股隔夜 沒有特別明顯的走勢 大歐洲也沒有特別 怎樣的動動 始終美股沒事 這邊又不敢怎樣動動 大家都得慣望 隔夜是德國、DEX 輕微升了百分之一 百一點 但是其他兩個市場 都沒有什麼明顯動靜 所以大家都是 首先看看中美什麼事 再想歐洲方面怎樣應對 我們港股到這邊就開了市 見到現在競價時段 就結束了現在要低開139點 上個交易日收已經收得低了些 現時已經去到28101點 難道又要今天再前挑戰28000關口呢 其實大家都明白 尤其是美股沒事 我們就更加得一樣的看 其他完全都不用仔意想了 究竟上證今天如何呢 轉頭才有分曉 好,但留意上證價日收2759點 再一個低位 而我們恆生指數現在這樣低開139 其實又要挑戰28000點 嗯,也可以看看人民幣的價格 早前說甚至要跌穿6.7這些位置 不過呢,見到離岸人民幣 現在開始就慢慢上漲一點點 因為真的很多官員出來說話 如果這樣都不站穿的話 就是顏面可全 現在就靠近6.6這些位置了 而且再看看現在暫時 剛剛新聞又說 中間價格大升都415個點子 又早上好一點 對,還有6.6180 而且今天還有一個定向降準 釋放7000億 不知道會否可以令到上證好一點點 市傳大家可以參考的支持位置 在6.7水平 剛剛正正就是前一天 現在四星期二左右 人行不同官員出口術的時候 正正就是當時貼近在6.7水平的位置 急劇反彈 又儘管看看 大家一看 人民幣接下來的走向應該是偏向藥 來救出口經濟 但是藥之中 當有急劇下跌而引起恐慌的時候 人行是會出售的 所以大概是用人為的情況 控制它是一個偏低水平 講到內地人為 也要想起昨晚海航公佈了 說他們的 你不是說那件事是人為的 不知道會否有甚麼關係 既然管理層也挺大單 等蝕獎 跌死了 其實海航背後一直都在說 今年的問題 會否都令到 因為海航集團在內地來說都挺大 會否影響相關公司今天的股價 而港股方面也有些跟海航有關係 有很多 多到說出來你都未必知道 其實現在我見到 以前叫海航的 現在其中一隻 521的 這些CWT的 其實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總之暫時現在 你都是平手 沒有甚麼特別大動靜 當然還有其他的 2086也是 名字上面有海航兩個字 海航科技投資 暫時現在都是平手 還有一隻叫做 香港國際劍頭687 都是平手 市場是會有些關心 究竟會否有影響 但是因為這些股份 全部都交投相當之棄傻 我想你都不會因為這些消息 會博說有沒有低撈 或者怎樣去部署 都是一個新聞這樣聽一聽 反而我擔心會不會資金鏈的問題 令到內地的企業都有關係 海航早前的資金鏈都很緊的 因為如果你倒數分一年前左右 它就不斷地開拓不同的領域 包括買很多的上市公司 買很多的殼 來香港拿了啟德兩塊地 天價 甚至乎在德國成為了 第一大還是第二大 得以致的大股東 後來你一路都看到它 開始狂退 包括地賣給新鴻基 然後得以致銀行的股份 都一路狂退 就退回大股東的地位 所以你看到它是挺緊缺的 這方面會不會影響到A股方面 內地方面的氣氛在資金鏈上 我想大家都要關注一下 我剛剛看到原來海航其中一個主要債權人 是939建行 因為海航的董事長 真的很影響海航的未來決策 既然他過世後 究竟如何走海航的路 要留意一下 還有交代一下 剛才所說的海航在香港股份 有687 香港國際建投 2086海航科技投資 還有一隻剛才的521 357就是航基股份 1626加耀鴻股 海福德集團442 就是這麽多隻 暫時來看 應該都沒有什麽特別大動靜 暫時就很厲害 是 恆生指數開了市 剛才跌139點開出 現在跌156點 暫時跌幅擴大 超過2%的升跌幅股份 一隻都沒有 所以先去廣告 待會再跟大家跟進 回到節目時間 看到恆生指數方面 跌幅就收窄了 而積月期指方面 竟然出現綠色的情況 7月以來都沒有試過 雖然都是輕微低水 但其指又得升 拉動現貨做好一點 現在看板上面 正如剛才所說 真是大異動股份 依然是沒有 正是轉到長和 中國太平 這些有1%的勝負 似乎都不是很吸引 我想看看昨天的公用股表現 因為昨天公用股 自己獨立行程 自己全部都勝出上來 2號仔暫時都算偏遠 跌三線 如果在圖表上 其實都是九牛一毛 升了這麼大的關 然後跌少少下去 還有一支羊竹 短炒也好 長線投資也好 都要繼續保持 走勢都明顯突破 昨天兩電實利好 還有一支是廣燈 但這支就變陰 今天是小陰 但在4月份的高位上增持 亦都這麼說 這支都換了很久 昨天大成交向上 短期走勢應該不差 如果陰到4月頂部 要留意一下 那裡大概是7.6左右 這些位置會有些阻力在 有儘管看一看 我會和大家都是說一句 如果買到這些 有心理準備 都是中長線持有 就是 不是博日日都會有沉入那種升幅 因為沉入的升幅 其實是來自兩電公佈 未來未來1819年的資本開支 因而刺激了市場 覺得它的盈利 會有增長派息 會有多些現金流 所以不會每天升之陽觸避器 升完一天之後 是慢慢地變成細水長流 看看還有一些公用股 66號港鐵 這一支都沒有特別 平手42.6 還有大家看的3號仔 3號仔現在是15.04仙 昨天大家公用股升的時候 它就沒有特別大的升幅 今天暫時還在升4千15.04仙 可能沒有新聞的關係 煤氣真的很少有新聞 所以令到股價上 都是根性沒有什麼特別走出的行程 沒錯 其實這些是駁他沒有新聞 悶的 因為有新聞你的價錢就會波動 會不會出了一個重點 為何6號和1038 整天的價格都坐來坐去 甚至乎向低位坐去 就是因為它長期有新聞 因為1號仔長和 買了什麼都三家媽在一起去做的 就是要拘捕6號 就是要拘捕1038 所以就經常都會動到 那些人又會說 它的刀正不正 又說便宜不便宜 這樣的情況 反之 你真是2號 給這些沒有新聞 一年最多只有一次 談談 又沒有得加價 所以 那些好東西 就是因為它沒有新聞 2號是這樣 3號都相對穩陣的 剛剛提到1038的時候 我就看了它的股價圖 其實它昨天那棍 已經突破了6月的環行區 向上看其實已經有去到 4月的環行區 大概是62元左右 就是還有2元左右的稅位 沒錯 在昨天公用股日 事實上1038和6號仔 都會有少少爭吵情況 短時間排除做好少少 講完公用股 我想看一看一個板塊 現在我看到升幅榜上面好幾隻 內房反彈 終於 813世貿房地產升4% 3380龍光升3.8% 跟手還有一隻1918融創升3.3% 還有大家關注的1030 1030 都升3% 6.63 嘩 要升的話1030是衝得快一點的 似乎 不過規格很大 是啊 還有沒有什麼排譜 是啊 有點虛 但是呢 至少值得因為的是不止它一隻 不止它一隻內房 有得升 看看今天呢 上正現在升13點去到2773 恆指轉跌為升升60點 28302 再一次暫時 無須要穿28000點水平 看看今天會不會是內房的報復日了 暫時升3就不算報復的 現在內房開始默默回舊 恆大、碧桂園、龍湖地產都有一個回舊行動 可能見到股價太過低產 加碼方面2007碧桂園都出了1至6月的合同銷售額 增長有4乘2 去到4124億半年 原來4千億了 1萬億的話好像未撕到 你不要再催它了 它亂起樓去找紙皮起了 遲些就來 又釀出意外各樣東西 我想早前有一宗意外 就說它因為始終操資過急 要講講的 在整個城市全覆蓋轉一轉台 很明顯都是有機會減慢回來發展的勢頭 所以雖然管理層澄清沒有這樣的事 但最近都是多視之秋 要關注一下 目前碧桂園暫時彈得不夠人多 但1.7個百分點 至於你剛才講過 4條3最近密密回靠 現在暫時升得一格 5個先 0.2個百分點 20.8% 我想大家關注1030 都是看看可不可以再買進去 沒那麼快 因為1030容易爆上去 雖然說 現在我們看到牌盤方面 都是疏的 我又見到鍾小姐 都是想問回1030 但我真的 我經常都在這裏和大家講 其實你看一下 我經常都覺得 我很欣慰 我認識了這間公司的股票 我現在將它臨無出來 將這個股價的表現 當你臨無完畢 我記錄一下 這個叫做1030 好了 臨無完畢 你看看你認為很厲害 那些2022萬科 有2007都是向下的 是呀 即是當你好了 我這條又要臨無一次了 向下的 這條叫做2202 好了 你說的 2007 不給你 好了 再用藍色 都是向下的 都是向下的 它是2007明顯 最近跑贏的 跌幅 是隆隆的 因為是藍醜 這一浪就真的滑下去 因為我看回109 還有688 都是要跌 是的 都是6月這一陣是跌的 幅度是好像2007 而你看到反覆都從來 這麼多個月裡 都一直跌 它是沒有橫行過的 一直跌 唯一1030 到現在還是橫行 最近跌過 但是跌了 都是回到橫行區 我想大家看到的 韌力在哪裏 即是選擇 就算內房反彈 大家想到為何要選這隻 以及要選哪一隻 是的 今天我看到 除了內房有些彈力之外 那些藥股 當然我現在暫時未看到 是否全部 因為我只關注兩隻 我想大家都知道 2186彈3.2 874白銀山彈2.3 那又看看177 1.7 可以站到11元以上 1093石藥2 那特別 我想要開一開1093的圖 因為昨天大陰竹篤穿50天線 彈2是一個很有限的反彈幅度 大家都不要太興奮 因為它過去沒有失去黑色50天線 昨天失去大成交一棍篤穿 今天這個彈還未不足 帶了人民幣做好一點的時候 670 又要看韓通股了 韓通股670 現在升至4% 1055都升至3% 還有753都要求3% 會不會人民幣企好 就是他們翻身之時呢 人民幣企好 我想它企好 但是真是翻身 油價又未動呢 可能川普多兩晚 油價可能會下一點 也不排除 你不要忘記 由10元跌到7元 其實是一個三成的跌幅 對呀 在半個月裏面 超賣得很嚴重 三成 升一成 都合理的 合理的 但是 你要條件再配備多一點 如果真是反彈 人民幣反彈 油價終於肯回一點 最直撥的板塊 是不是就是韓通股 跌了三成 人民幣和油價一起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一起 眷顧這個板 如果大行都有評過 從來如果說到人民幣 貶值升值 最敏感 應該是外債較為多的 1055 藍行 它都小小隻 這浪油 由9元跌到6元以下 都有三成 半 大概 都是半個月的事 所以 短線看下 沒有機會反彈 但是 首先 你要先找10千線 否則 你不可能說 什麼反彈的情況 現在 十千線 是不是 看看 10千線 現在 6.4 這就是 現在5.68 簡單說 其實 彈最多 就是上一條線 也不要說 上四月份的位置 所以 你問我 它似似穩 但是 就是 升幅 以及 接觸率 都要自己參考 嗯 除了 我們說到 航空股 油價的時候 有 Youtube朋友都問到 現價買883 可不可以呢 可有 可有方面 今天升了 2千 12.9 有 暫時 走勢方面 其實 就橫行多些少 大家見它在13元的位置 都 幾明顯 它是追不上油價的 這一浪 但是就叫做 人彈他彈的 我想 13元這些位置 是關鍵的 但是 它一味徘徊 如果 外圍方面 似乎又加 可能 特朗普多兩晚 要回少少的話 現在 沒有什麼 直播率 一味徘徊 只要橫行13元 這些水平 不用一定買 我們繼續看大家的問題 有位朋友問 3988 會不會升3號 為什麼要升3號 會不會在10年上升3號 他問今天會不會升3號 瘋了 瘋了 三個幾升3號 升一醒 是否想過了 是否會問這個問題 還是打錯字 3988要升 三個先 可能是 但是要說到 內銀升的話 其實我覺得有難度 在這幅圖當中 其實不要去搏 首先內銀很像市 很像市 短期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誘因 要突然爆上 留意最近 有些內銀除淨因素 中國銀行今天剛剛除淨 除淨的時候 除了1號7600的人仔 至於939建行 四天之後除淨 除淨的時候 會有2號9100的人仔 看看1398有沒有 1398都是今天除淨的 除淨呢 除淨呢 就是2號4千08人仔 所以 我想這個 只是這三間行 龍行沒有的 只是這三間行的除淨呢 就解釋了 為何過去這幾天 其實那個 其子的低水若莫200多些 現在暫時 就只是低水100 有100反映在除淨那裡 還有一隻還未除 那隻除了 其子的低水應該再縮窄一些 我回答這題 Karen問到2319 他就25.65有貨 如果收市不跌穿25元的話 還保持不保持 現在25元也是幾關鍵的 不過 但是 無論市和股都好 都暫時是易跌難升 那真的站到25元 暫時是這樣 你可以考慮 儘管考慮一下 像不像當時候 記得那時候 10天20天線一起插穿50天線 在這個時候試過 4月初 3月尾 現在其實也是發生同一件事 當時走過下跌浪 大概你會看到 低位在之前的底 現在 走勢幾乎完全一樣 即是說 25元只可以搜不可以擠 自己在看消息 所以就像他這樣說 都是25元的位置 一定要看著 沒錯 沒錯 這節說到這裡 我們11點9 再跟大家見面 再見